舍去周末休闲的时间 近230位志工与会众 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进士堂 参加今年第二期次的 新进志工培训课程 那时候我觉得不好切 因为我做志工 要我打扮成这样子 NO 一开始我不要加入志工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也是不能接受 那个志福 会衣白裤的那种 还要扭扣扣得很上 现在因为是来到这个慈祭大家庭 因为我讲了我来做志工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去接受 就是我会比较会决定 我几十年没有个目的 很感恩那些这样多的复杂 付出的给我们后来的 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要跟之前那些师兄自己 先更多来对这个社会的付出 不要小看你们自己 看到志工于国恩患有小脑萎缩症 仍然走入人群单环保志工 加上探访慈祭照顾户 走一趟健苦之福之旅 新进志工的学员 有满满的领悟与收获 很感动 想到他这样都来做一宫 想到自己这样都来做就对不起自己了 我自己一个好手好脚的人 我每次还在游鱼 真的我每天都在游鱼 我要不要去慈祭咧 哎呀 师姐又打电话给我咯 我要不要去咧 我们就大家出来看看 别人再来跟自己比较一下 我也是从中学习到 凝聚个人的点滴力量 学习付出 要让进化人心的脚步永不停歇 戴新闻 夏文颖 韦菲赫 黄聚成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